八八水患照见人性的光辉 住在屏东的慈祭环保志工杨玉琴 虽然自己的家也受灾 不过呢他却还收容二十多位 情况比他们家还惨的邻居 提供大家吃得住的暂时安下心来 正言上人说杨玉琴发挥的就是智慧之爱 而今世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 上人呼吁大家要起大忏悔心 提起一份戒慎虔诚 重新来过 慈祭之工杨玉琴的房子 八八水灾中曾被大水淹到二楼 但最危急的时刻 这里就像一个小型收容中心 容纳的二十多名乡亲 还提供一斗米给大家食用 虽然这个份量量餐内就被吃完 但杨玉琴却不觉得心疼 这就是智慧 那种智慧之爱 他做到了 所以两相比较起来 这种的有受过 这样有宗教精神 爱的力量能做到 所以他可以平安度过来 今世的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 面对一幕幕风水无情 灾情惨重的画面 我们更要戒慎防灾 此时此刻 人人都要发起一份忏悔心 洗净内心痛定思痛 我们应该这个时候 就是要戒圣虔诚的时刻 不知道有多久以来 我不也一直一直在提醒大家 来不及哦 来不及呀 我们现在人人啊 都要有警示的觉悟啊 我们人人啊 要戒圣虔诚啊 要改往修来啊 灾难频传 令人担忧 唯有人心觉醒 并且重新认识 也呵护大地 用谦卑的态度 来面对自然 才可以消弭灾难 大约新闻 林国新疆国家 华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